五经了 五亿大使那个时代 静中是三经一论 五经怎么来的 我们学净土的人不可以不知道 前情 咸丰年间 距离我们不算太远 慈禧太后就是咸丰的妃子 咸丰年间 魏远居士 这也是一个通宗通教 万年专修净土 是他将华严经 谱行行愿平 附在三经后面 号称净土四经 这净土就四经一论了 那么这个事情在咸丰年间 五亿大使当然没见到 华丰大使是明末清初之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三经 到明国初年 映光老法死 将大使至菩萨念佛原童章 又附在四经的后面 成为净土五经 这五经是这么来的 他们把这个东西附进去 那真是叫我们后人看到 佩服到五体头地 尽重的经论 真正完美了 一丝毫的情绪都没有了 行愿平复在里面 我们读无量寿经就知道 无量寿经第二瓶里面 得尊普贤 世尊在华严经上说 菩萨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远程佛道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专修普贤行的 所以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就是下下平往生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样的菩萨呢 给读者说是普贤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是普贤菩萨 菩萨五十一个阶位 初性位 二性位 三性位 一直到等久普贤 全是普贤 全修普贤行的 单从这一点 在我们想想 为什么 华藏世界 皮诺贤那佛 那个地方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要求生净土 华藏世界 难道不好吗 华藏世界 虽然好 不是专修普贤行的 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专修普贤行的 差别在这里啊 这是你问的时候 文书普贤 为什么也要求生净土 明白这个道理 恍然大虎 那个地方是专修普贤行的 所以特别容易成就 道场气氛都不一样啊 他专了 华藏不专了 西方极度专了 这个道场的气氛 现在在中国大陆 练气功的人很多 有没有气 真有气 这在酷学里面讲 就是磁场 每一个人 磁场都不一样 我们居住这个房屋 都有磁场 如果自己有真修 有神证 那个磁场的力量特别强 感受不一样啊 感谢观看